大家好,我是素颜出镜的钟小姐 现在是2024年2月22号的晚上 已经11点多了 我本来都要睡觉了 但是有看到几个蛮有意思的小新闻 我就说一分钟 说一分钟马上去睡觉 第一个,我觉得肯定要必要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说有媒体说 也不是媒体 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八卦 那里猜说凯特王妃已经两个月 没有在公众露面了 也没有任何照片 然后他出院,住院和出院 媒体都没有拍到他的照片 所以居然有人八卦说 他已经去世了 我觉得这个也太离谱了吧 这种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因为如果说 如果说打个比方 不要说他去世了 就算是他如果说是病危了 快不行了 白金汉宫都是绝对会立刻发声明的 不可能说等到他都已经去世了 都藏着掖着的 两个月不发声明 这是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必要 因为凯特王妃又不是女王 又不是伊丽莎拜女王 伊丽莎拜女王确实都是 当天就报道病危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 就这种信息 这种事情 他们不可能做任何隐瞒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嘛 你隐瞒这个干什么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太搞笑了 然后第二点 这个呢是有一些小小报媒体 报出来 说是皇室那边 好像有传出来消息 因为大家现在 就是群众都在对他这个病情啊 什么病 然后病情 现在情况怎么样 都是议论分分 猜测分分啊 然后呢 好像就是皇室就有 我也不知道是 他们那些小报 是哪里得的爆料 反正就说是皇帝 皇室传出来的消息呢 就是说凯特王妃之前 他不是身体都一直特别特别瘦吗 而且他那个 怀三个小孩子的时候呢 他那个就是 孕兔又非常的厉害 据说是 我说的这些都是小报八卦的啊 没有任何就是确证的 皇室信息的来源 我就按照我看到的说 然后就说呢 他在那个 怀这三个娃期间 孕兔非常厉害 然后就 好像就有那个 那个名字叫克罗恩病 而且我不知道那个克罗恩病 就是肠胃上的那个疾病 和那个厌食症 是不是同一个病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戴安娜王妃 她是有厌食症的嘛 就是她会吐 但是凯特王妃呢 她是因为孕兔而去吐的 并不是说 她平时没事就会去吐 但是她有没有厌食症 或者说是有没有这个克罗恩病 就是那个肠胃炎之类的那种病 这个我就不知很清楚了 但是这是小报报出来的啊 然后呢 就是暗示呢 就是说皇室的人放出这个风来呢 意思就是说 那这次凯特王妃 动手术的地方 就是她的肠胃 因为那个地方也是属于腹部 但是呢 我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消息 90%以上的可能性 都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次在那个分析 那个凯特王妃 她的命盘的时候 我说的非常清楚 她的生年纪是画在子女宫的 所以1万 这个是她生殖器的问题 她的生年纪在子女宫 而且她的那个 八字上看也是妇科的问题 而且就是不只是我一个人 在这里说 她是子宫和卵巢 就是生殖器的这个问题 这次去做的手术 其他的包括英国的那个预言家 林梅帕克 还有美国的一些预言家 也都是说 她是子宫和卵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我一个人如果看错了的话 虽然我非常自信的说 我不太可能看错这一点啊 因为她那个信息太明显了 就是她的子女宫 你知道吗 就是生病的那个方位 那如果我一个人错了 也就算了 但是不可能说 帕克还有美国的那些预言家 我们大家全都错了 所以这一点 我还是有90%以上的把握 说 她不太可能是什么厌食症 或者说是什么肠胃病 而是这次的手术 就是这个子宫和卵巢的问题啊 但是具体做的是什么手术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因为那个 后来就是说 她那个在 现在在那个庄园里面 就是养病嘛 然后有两个全职的护士 非常好的护士 在那里日夜的照顾她 然后有小包包出来的消息呢 是说她现在就是 因为那个 说是医生说的 说那个肌肉的缝合以后 那个就是不能够牵扯 就是不能够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还是挺奇怪的 你说啊 你如果说是子宫切除 或者说是子宫缝合 手术缝合什么的 然后那个肌肉就是说 因为那个医生说的是 她现在就是 不能够举重的东西 连那个超过一公斤 到两公斤的东西 她都不能够拿手来举 那么给大家 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般那个烧水壶啊 那个就是差不多 有一到两公斤了 那所以说 现在凯特王妃 自己连个烧水泡茶 都是不行的 因为那个就算是举重物了 她怕会牵扯到 那个腹部的肌肉的愈合 然后她那个 她那个子宫的 那个肌肉愈合的话呢 另外一个医生说 说至少需要 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愈合 所以我就觉得这点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知道吗 很多女人 她们抛妇产 生孩子 不就是把子宫给切开 割开一个口 然后把孩子掏出来吗 对不对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 子宫上的 那个肌肉的缝合 和愈合的手术啊 但是我没有听说 哪个女的 抛妇产 孕妇抛妇产以后 是需要休养 三到六个月 才能够痊愈的 而且那次 做完抛妇产 难道你三到六个月 都不能拿起那个水壶 来烧一杯水 喝茶吗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蛮奇怪的 因为这个是常识吗 一般来说 我有朋友 做过那个抛妇产 他跟我说的是 就是第一个星期 会特别特别疼 然后走路都会疼 但是也没有说 不能够连一个水壶 都不能拿的那种地步 然后他的意思 就是差不多 两到四个星期 他就是抛妇产的 那个子宫的 那个伤口 就已经愈合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真是想不出来 凯特王贝 这次到底 就是说我能够看到 他这个手术啊 做的是子宫和卵巢 这个部位 但是我实在是 想不出是什么病 因为就像我上次 那个视频说的 就算是做绝育手术 把这两个器官 都给摘除了 也不可能像现在 这么严重 anyway 好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我记得好像 是前天吧 昨天还是前天 我看到那个英国的媒体 有报出来 然后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不是什么就是大的媒体 不是BBC这种的 然后说凯特王贝 已经有四个闺蜜 去他现在住的 那个庄园去看望他了 然后那四个闺蜜 好像我印象当中 有一个是他那个 肯先顿皇宫的 那个装潢的那个设计师 然后另外三个 我实在想 就是基本上 就是他身边的闺蜜 然后有这么四个 四个闺蜜 去看望了他 然后说他情况挺好的 这个是我在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靠谱一点的 网站上看到的 最后还要想 我想要说的一点 就是现在很多媒体 也在说 就是凯特王贝 从这个入院做手术 一直到出院 然后到安顿 到庄园 就整个这个一个过程啊 英国这么多的媒体 这么多的大报小报 不管是gossip也好 还是什么 正大牌的新闻也好 居然没有任何一个记者 拍到凯特王贝的一张照片 这个的确是有点奇怪哦 因为 因为说实话 就算是他做手术 然后比如说 他现在在养伤 身体不好 你完全可以在医院里面 拍一张 他就是比如说 他躺在那里睡觉的照片 那个也算是 就是可以让 大家能够放心嘛 对吧 那现在整个就是 而且包括他现在 已经回到这个庄园里面 开始养病了 然后他这几个闺蜜 也都去看他了 那比如说 如果发一张 他跟这些闺蜜 见面的合影 这不是就是 很好的一个 就是跟英国的 所有的民众说 凯特王贝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 就是 一张照片 就能够解决 大家所有人的 这种猜测也好 还有这种忧虑也好 担心也好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是有点奇怪 当然我之前有说过 就是二月初的时候 林梅帕克 他当时 做直播的时候 他的那个预言是说 如果万一 凯特王费去世了 怎么办 当时把我吓了一跳 你知道吗 但是他后面 说的是 这个威廉王子 在登基继位 成为国王的时候 当时凯特不在他身边 然后帕克说了一句 说 那个威廉的妻子 是seriously ill 就是 就是病得非常的严重 我记得他有 说这么一句 所以 而且现在说实话 很多媒体也都在说 凯特王费的这个病情 好像不是很乐观 虽然说恢复的很好 所以我 我真的是想破了 因为可能我不是医生 我想破了脑袋 我都想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病 所以 现在大家都在猜 到底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种东西 怎么说呢 我们再怎么猜 他也没有用 反正 以后 皇室想要公布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了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再见 拜拜